咱俩在一起分分合合 为什么到现在 你都不能改一改你的脾气 你有为我们的未来考虑过吗 我觉得你真的太强势了 什么事都要掌控 不仅管着我的生活 甚至还要管着我的思想 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太累了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在你眼里就是要掌控你吗 你父母现在不同意咱们俩在一起 你又为我们的感情 做出什么努力了呢 我为了你都快和父母闹僵了 你还是只为自己考虑 如果你不能在这件事上让步 我真的不知道咱俩该怎么走下去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张26岁来自河北创业 有请小张 有请 小孙23岁来自河北戴业 有请小孙 有请 欢迎老妹 小片里说分分合合 你们分了几回 先拿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 大家都不成熟 就是那个时候他喜欢玩游戏 挺不务正业的 刚刚第一个月去实习工作 那个时候他没钱吃饭 我又拿着我上学 攒的那些零花钱 我自己都不好好吃饭了 就为了给你送一点吃的 走一百多公里 骑车嘛 骑车一百多公里 自行车 骑摩托车 我那会儿骑摩托车 你骑摩托车 哇 你可以啊姑娘 最让我难受的就是 你跟我在一会儿 从来没带我去吃东西啊什么的 什么东西都是我来负担 那就算了 那会儿我比较单纯 比较傻 后边你好不容易开到 第一个月的实习工作 我做的才800块钱 把这个钱全部都给你爸爸了 我当时过生日 我就想要一个简单的生日礼物 你剩30块钱拿去网吧冲游戏 也不愿意给我买一个小小的玩偶 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解释很多遍了 这个钱因为那时候小 刚发了工资就被我们爸拿走了 我也没办法说什么 身上就剩了几十块钱的零花钱 然后那天你要见我 然后我就玩了一会儿游戏 等了一会儿你 我过生日 又剩30你还冲游戏 你还觉得正常的一件事 女生的意思是说 你爸把你钱拿走就得了 你好歹30块钱 你给我买一个 哪怕买一束花呢 我觉得也开心 是这意思是吧 对啊 当时确实是我想的不好 后边更让我难受 就是我当年一考嘛 我是学流行演唱的 嗓子也挺重要的嘛 那个时候是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去了提前七天考试 别人家的家长或者是朋友 都是非常小心 在照顾考生的心情 而你想想你呢 我们两个那个时候特别穷 所有钱都是我靠兼职赚来的 我们在石家庄 大冬天住了一个40块钱 连取暖费都交不起了 宾馆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在一块儿 负担不起这个钱 那个时候已经很可怜了吧 我只是需要你精神上 给我点安慰 都不可以 真的很难过想起这个事 她天天跟我吵架 就因为一些鸡毛蒜鼻的事 但是就算我有地方做得不对 那个时候你牵挤我一下 我那时候是人生 那么重要的阶段 你就可以那样子对我 因为我们总是吵架 我当时一考的时候 我嗓子就是失声了都 我用尽我所有的权力 虽然说考的成绩也不是很低 但是真的很影响我当时 我努力了那么久 我的专业成绩都没达到我想要的 其实你总是觉得我跟你吵架 我跟你吵架 咱两个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挑过你的什么毛病 都是一直你在寻求我的毛病 你觉得我哪做得不好 然后你跟我讲讲讲讲讲 导致我们两个人吵起架 但是你每次你都把事情 推到我身上 难道你就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就算我有责任 当时在我那么重要的阶段 你这样让我不莫分吗 就算我错了全是我的错 没有原则性问题吧 那时候陪伴我一下 照顾我一下 难道真的你就那么为难 我真的不是不想照顾你 好多时候我控制不住 我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真的跟你也有关系